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违反合同规定和双方约定 今研究决定 依据合同桥款中指与天上公司联合设置电视剧人民的使命都合作关系 相应违约责任由天上公司承担 最高见影视中心强调 自2018年8月10日起 中指与湖南天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设置电视剧人民的使命 这将相关授权 天上公司今后以电视剧人民的使命的名义开展的活动 与我中心无关 我中心不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何义务 这是不啥剧 小编发现 8月10日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北京文化 与湖南天上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在湖南长沙明乡正式签约 联合设置电视联视剧人民的使命 当时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据湖南红网时刻报道 电视剧人民的使命 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亲力打造的人民系列三部曲之中的一部 此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于天上影视签约 授权天上影视全权 多家负责该聚的投融资及设置运营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 正式宣告了电视剧人民的使命顺利起航 据媒体报道和网友上传的图片显示 人民的使命宣传图上 有人民的名义三部曲之人民的使命 最一样 中心网的报道中提到 该聚试继人民的名义之后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亲力打造的人民系列三部曲之中的一部 湖南天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聂耀辉说 人民的使命能够实现以人民的名义的主演阵容被班底 报道中还提到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人民的使命 项目部主任赵若则表示 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为剧本研讨 政策法官 关心社会热点 敏感的话题 该剧的编剧团队也将被组织到各地检察员 监狱 看守所收集素材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将全程为电视剧提供支持 赵若则表示 人民的使命是人民系列三部曲的第二部 是极具社会价值与影响力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将派专员在该剧社制全程进行把控 而目前网上传播的人民的名义 市集 人民的名义 而都是谣传 人民的名义编剧 离鬼打假打到了离鬼头上 据搜狐云的报道 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介绍说 最高潜影视中心与天上公司确定合作时 就约定了人民的使命 不能使用任何人民的名义 的影像和图片外宣传品 不能拿人民的名义说实 可是人民的使命 不但用了相关形象做宣传 还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名义 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别的项目都是不正宗的 这是离鬼打假打到了离鬼头上 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 电视剧大获成功后 又创作了人民的财产的剧本 这部剧在今年上海电视节期间 出现在了要客传媒的新片发布会上 导演定为沈莲 之后 周梅森还将创作人民的利益 上述三部作品 将构成真正的三部曲 人民的名义剧本版权在我这儿 电视剧版权在出品房那儿 相关图片为经允许 的话远我都不能使用 人民的使命是明显的侵权行为 周梅森说 这家公司什么来头 湖南天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官网显示 天上影视是一家影视拍摄 动画制作 艺术配置 影视明星经济及影视推广营销微核心业务 遗产 学 研 合作为发展模式 易鸿洋影视文化 传递正能量 为己见的集团化专业影视公司 湖南天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长聂耀辉 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公司目前 已成功设置动画片 《红猫蓝兔七霞传》 《金马战士》 《喜阳阳与灰太郎》 《雨瑞线电影香港大营救》 《领袖1935》等 聂耀辉顺也在介绍 乐下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陈其是一家A股上市的 全产业园影视娱乐传媒集团 《战狼2》 《芳怀,我不是药神》 《新花怒芳》等作品 遵出自北京文化之首 而人民的名义的主要演员 几乎全部是 几乎下次公司签约一人 资料来源观察者网 搜狐娱乐 中兴网 影视读舌 新浪微博 兼职网易编辑 赵陈瑞来源 北京日报